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ex Timepage GCC4 的小马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款表 厉害了 价钱不仅仅超平民 还是一款复刻致敬表款 有玩表的朋友们应该也都知道 复刻有历史的表款价钱应该都不便宜 对不对 今天要介绍的这款表呢 戴上手的感觉 甩到爆 这款表 具备了当时候80年代元祖表款 防水还可以高达1300米 超专业的外形 还有日本JSI防止规格 还是一款ISO认证规格的专业防水表 讲了那么多 到底是哪一款表那么厉害 我们一起去看看 小马说的那么兴奋 搞得小刚都有点兴奋 那在那边小刚先快速跟大家 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这一支表 这个表款 那它是一个2021年西铁城 新城 Citizen 全新推出了在ProMaster系列当中的Diver 200米的防水的表 那今天小马说的那么多 哇 又有这个ISO 认证 又有这个日本日本 Pen Industry Standard的这种房池等等的这种规格 哇 真的是 那它价位其实是多少呢 其实这个价位只有大概千多两千而已 马币我知道是 所以这个而且它是真的是一款 复古的致敬的表款 那这也是我个人觉得它这个做的非常非常好 那其实它是做回这个1982年 当时候所推出的一款高达非常震撼的这个高达1300米的 真的是高达1300米的这个深度高压的这种 饱和潜水这个专业的潜水表 这个Professional Saturation Diver Watch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你要知道八多年你所推出的时候 真的是你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科技 其实非常的赞 非常的厉害 就是说哇 那当时候西铁城Citizen也有讲 它是当时候是第一 所推出这样子的这个表款 那你再看这一支表 第一个感觉给小刚 就是你不觉得它很像一只乌龟吗 还是海龟 那这个龙头的部分在这个三点钟 这个这是它的龟头 那四个角就是它的这个 你会看到嘛 上方2点4点 这个8点跟10点钟这边 你会看到很像它这个海龟的这个手跟脚嘛 对不对 而且它连这个尺寸的部分 都复刻回这个当时候的这个表款 1982年那个表款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规格的部分 那再来说到这一支表 它其实跟当时 1982年那个 那一个款式 那个圆祖的系列 是有一点分别的 其实很容易区分 最大的分别 你再看到它在9点钟方向 82年的那个款式 它的这个龙头 这个 这个龙头的部分 是在这个表冠 是在这个9点钟的方向 那四个角 它是有锁上这个螺丝的 那这个是非常容易可以区分的出 那不过整体 你看上去 它这个还原度 是非常的高的 那主要今天推出有三个款式 这个最经典这个黑面的 有一点喷沙的这种 这一种质感的 看去这个视觉的效果 配这个金色的这种刻度 这个index BM0220的这个款式 最经典的款式 那再来就是这个 蓝色的这个 这个 这个迷彩的这个系列 BM0227 还有这个绿色 这个也是这个迷彩的系列 BM0228 那三款都是一样 这个200米的这个防水的这个规格 那说到这个很多标尔最关心这个尺寸的部分 那你就看到这一支表 说是做的尺寸比较大 可是它标尔到标尔只有43.9mm 大概是44mm左右 其实它戴上手真的是非常容易可以驾驭 那这个当时候拿上手也有一点吓到 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标尔的这个表格的设计 厚度也大概我量是13.5 可是官方那边写是14mm左右 可是我量的是它比较薄 因为这边让我也觉得还不错嘛 那其实你看到它表格的部分 确实跟官方讲的大概是45.8mm左右 可是就好像我讲的 这支表你戴上手 完全觉得它只有44-45mm的这个表径 因为它是一个没有表尔的设计 这个是真的是 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试一下这支表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朋友们非常想知道的这个售价 还有它这个其他一些规格的部分 那小马也提到嘛 什么这个JIS 这个Japan Industry Standard的这一种防持 基本的规格 防持的规格 这个旋路式龙头 这种ISO认证的这个防水 这一些 而且它是一个复古的致敬的表款 那说到这一些通通的这个特点 其实它这个价格的也只有马币 大概2000左右而已 小刚想讲 那这个是原厂的定价 还没有折扣钱 那折扣了之后 我个人觉得 那是不是更加容易入手这支表款呢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用这个 我小刚想讲 它是用一个Super titanium 表克的部分 也是不是用这个 这个怎么说 普通的这种不锈钢 它是用这个锡铁针 称它为叫这个超级钛金属 它们自己的这个名称 超级钛金属 那它当然是比较 比这个不锈钢更硬 而且更防刮 然后还有就是它重量的部分 确实是更轻 那这里再等一下 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重量的部分 因为这些小刚真的是 这一支表 还没有拿上手之间 跟拿上手之后 真的是有吓到我一下 因为它这个怎么说 我吓到是因为一上手的时候 我想不到 真的是那么的轻 以这一种尺寸 戴在手上 是非常有这种存在感的 但是它戴在手上却 无奇的让我觉得很轻 而且又觉得还蛮舒服的 很舒适 因为它那个表 表克下面是平的 不会好像有什么东西凸起来 好像顶到我这样子 对不对 那再来它是有用这个Duratec 的这个西铁针自己的这个Duratec 的这一种 这个科技 就是说它是可以有 比较防刮的这个材质 那它是用一个 普通的这一种矿物玻璃 那用了矿玻璃 我小刚想推荐一下 这一种手表呢 因为它是平面的嘛 所以我个人觉得 你可以自己去贴上这个 钢化玻璃的这个保护层 这个保护贴 那这个保护贴 其实只有几块钱而已 你在网上都可以购买到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蓝宝石 或不是蓝宝石 对于小光我来讲 其实是不太重要 那这个盐质才是最重要 对不对 那它是用一个Caliber 168 这个EcoDrive 就是光动能的这一种 可以除能的 就靠光动来吸收光 可以来供应这个电量的 这个 那当时候很多人就会讲 为什么它要用这个EcoDrive 这个吸铁层 最引以为傲的这个科技 这个EcoDrive 这个光动能的这个机芯 那其实当时候1982年 所推出的那个表款 原主系列 它也是用了这个 十英的这个机芯 那那个十英的机芯 我没有错的话 它用的是一个125亿 应该是它型号应该是一个1251 1251的这个十英细铁层的 这个自家的这个 十英的这个机芯 所以它机芯的部分 给到你这个售价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合理 那胶带的部分 它是用一个这个橡胶表带 但是这一支表非常特别是 附上了另外一个 就是可以延伸的这个表带 那大家也知道好像竞争对手 进攻Secore这一种 那有时候我们Prospect那一些 对不对 它表带是非常非常的长的 所以你戴上手 我们会很头痛 有时候这个表带真的是很长 那戴上手上有一点怎么说 好像根本其实不必要去到那么长 但是他们就说 因为这个是潜水 ISO这个专业的潜水表 所以这个表带是因为符合这个专业的 这个这个说潜水的这一种 环境之下要用到 对不对 所以它表带做的要比较长 可是这个它为了可以 其实我们也知道 你现在带潜水表 有几个人会真的是 把那个表带去潜水 也真的没有几个 对不对 实用是比较重要 所以变得这个吸铁针 它非常有用心的是 它把那个表带的尺寸 做得跟我们现实生活中 要用的尺寸是真的是 一样的合理的 那主要如果你真的想 用的去潜水的话 就是你有穿到潜水服 稍微比较厚的话 要带在手上的话 那它附的你一条 这个另外一条胶带 这个潜水的这个胶带 而且这个是附的 不用另外给钱 它是一起附送上 这个标胶带的 这个我真的是想大大称赞一下 而且再来就是200米的 这个专业 ISO认证的这个潜水表 以这个超清明的价位来说 月光的部分真的做得 可以和那些比它高 好几千块的那些表款来做比较 因为要符合国际 ISO 6425 潜水表规格 所以月光自然必须要勾量又比较持久 颜色是属于绿色的月光 所有的指针包括秒针通通有月光 戴上手超硬汉的feel 感觉有Panerite的那种魅力 很有识别度的外形 用的是Titanium 太金属 让整支表的重量其实100克都不到 上手戴的有形又不会笨重 那最后影片还没有结束之前 小刚先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心得 还有它这个特点 这支表的一些特点 那第一点就是小刚最想讲的就是 就好像我刚讲了 第一眼看到它很像一个海龟 这个造型 刚刚小刚有提到 那第二点就是一戴上手之后 让我非常惊喜的是 原来这个重量是那么的轻 再量一下100克都不到 那第三这个尺寸真的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惊喜 因为我小刚个人的手腕是不大的 大概16.5cm左右了 那而且我自己对于这个比较 就是我们说特大的这一种表款 是比较少触摸的 比较少去把玩 那要不是 所以这边要感谢一下西铁生 马来西亚 这一次接小刚拍摄这支手 拍摄这支手表 所以我才有机会把玩到这支手表的时候 我上手竟然它的尺寸 在了解之后 原来它是一个没有表耳的设计 所以戴上手之后 原来它只有好像44-45mm的表款 所以戴上手上很有存在感 我个人觉得它回头率是非常的高 因为它这个造型确实是 怎么说的 它造型是这样讲的 非常的独特 让人觉得它 给你感觉它的 这支表款的价格 好像非常昂贵的 这样子这个感觉 我这个觉得做的非常的成功 那第三再来就是 它这个ISO认证的 以这个价位来讲 它有给到你这个ISO 64-25 潜水认证的这个规格 国际ISO认证 那再来就是 它有这个旋入式的龙头 这一些的 那再来就是还有这个JIS 这个是一个日本当地这个 就是说 Japan Industry Standard的这个 基本防止的这个效果 这个功能 它是一支表 这些都是一大特点 还有这个我个人最喜欢 一大惊喜是 这个最后一点是 它有附上附送一条 这个你真的是需要用到这个 延伸这支表的表带的时候 它可以附上你一条 那我真的很少看到有这样子的这个 这么用心的这种品牌啦 那这个细铁针 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一点 来到结尾的部分呢 大家记得留守GTC4的频道 下一期呢 我们来和大家聊聊一款 CITIZEN 基金升级后的第四代钢铁河豚 Pro Master Fuel 相信 应该是很多朋友都很期待 对不对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马 再见